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Java的常用开发工具 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开发工具呢 因为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为了提高我们的开发效率 我们会使用一些工具 为了方便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理查错也好,提高效率也好 我们前面用记事本 编写一个Hello World的程序 那么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记事本 但是我们在真正开发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用一些 更智能化的一些工具 那个粪粪,有没有用过哪些工具 这上面的话 我可能用过Notepad或者Eclipse 就是当记事本那么做的 就是用过Notepad++ 是吧 ID+,比较常见的 这个UE还有其他的 甚至连握的都能写代码 只要是文本处理的工具 都可以写代码 OK,好,那我们现在呢 给大家重点介绍这么两个 那我们在面向对象这个阶段 加把面向对象这个阶段 我们就使用这个Notepad++ 这种文本式的编辑工具 而且写文的代码 这样的话呢 为了辨译大家 每一句代码都靠自己来写 熟悉整个的这个代码编写的一个过程 是吧 然后到后面呢 后期我们就会用这个集成开发环境 Eclipse Eclipse 因为在加把开发里面 它是99%都是使用Eclipse 所以它的使用频率也是非常高的 我们要去学习如何使用这个Eclipse工具 并且经过长期一段时间的一个使用 我们就对这个工具的这个熟悉 比较熟悉了 我们未来在开发当中了 就更加的这个这个得心应手 是吧 那那威哥这个Eclipse 是哪个公司出的 Eclipse是吧 Eclipse就是现在来说 它是属于一个开源的一个组织 开源的这个组织 然后一起来去开发的 它有一个官方网站嘛 叫Eclipse 那应该是Origo公司是吗 不是Origo公司 Origo公司有参与 有参与进去 很多家公司一起来去 就编写的一个这样一个标准吧 一个Eclipse 那么它的这个 后面我们再介绍吧 好吧 说了有点多了 OK 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叫Nopad++ 它是一个开源的 开源的这样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应该来说呢 还是比较好用的 它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代码的这个颜色的标记 为了编译我们去查看 Eclipse关键字 这个它代码格式 非常好 OK 那Nopad++呢 我们想要去使用它的话呢 就是我们先打开 百度好吧 大家在百度里面呢 直接搜索一下这个 Nopad++就可以了 那么在百度的这个软件中心里面 就可以下到一个版本 是吧 这是7.3.3的这个版本 应该还是算比较新的 这个软件就挺小的 17年 3月份更新的 是吧 才2.8兆 也特别小 而且是开源免费的 免费的 那么当然有这个什么 ID Plus 什么U1这些可能需要 这个破解一下是吧 所以呢 我们还是用免费开源的吧 好吧 就是不用这个免费的 会更好一些啊 好 那我们就以Nodepad++ 来作为我们这个 前期的这个编辑工具啊 这儿呢 我先给大家下载了 7.33这个版本 那么大家也可以在百度 软件中心去下 都非常小 那我们安装一下啊 双击运行 这装软件这个比较简单了啊 你就选一个版本啊 它这里支持中文 那我们就选择中文的版本 然后下一步 接受 然后呢 因为我这儿呢 只有一个C盘 所以我就装这儿了 直接默认路径 如果大家有其他盘服 有专门放转件的地方 可以换一个盘服 是不是 OK 下一步 然后呢 这些我都默认就行了啊 都默认就行了 OK 一口气先这样安装 这过程应该还是比较快 是吧 比较快 OK 那么玩事以后呢 它有一个勾选运行 是吗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眼啊 打开完成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打开这个软件 是吧 这个像个Word一样 就跟一个Word一样 一个字处理 文字处理的这样一个工具啊 为什么我这个颜色是这个颜色呢 大家一开打开 应该是白色的 是吧 因为我这之前是那个装过啊 然后我又卸了 那个配置可能还保留在那里 所以说我这个是用了一个绿色的 比较养眼 护眼色 对 护眼的颜色 大家也可以改一下 可以改一下 OK 那我们装完这个软件以后 我们需要在这儿去编写我们的这个代码是吗 嗯 编写代码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啊 先这样 我先把这个 配置啊 简单的先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配置的几个地方 在设置这个地方是吧 设置地方 这里面有一个首选项 是不是 首选项 那么呢 我们可以在编辑 呃 看一下 呃 这个这个位置啊 新建 呃 这些设置 比如说字体大小啊 是吧 字体大小啊 你要用的圆啊 这都可以啊 都可以在这儿 进行这个 编码格式 编码格式啊 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呃这个呢 用默认这个编码格式就可以了啊 嗯 呃 然后 我们看一下 你要选择这个 默认的最近文件关联语言是吧 然后 打印 直接都大家都可以点一下 都可以点来看一下 功能还挺全的哦 功能挺多的 呃 常用 常用 我看一下 这个改颜色应该不在这儿是吧 嗯 不是在这儿 以言格式设置 呃在这个位置是吧 对这个地方 呃 以言格式设置这里呢 你可以设置一个风格 你看我这儿呢 我就把背景颜色改成这个 这个偏绿色是吧 对 偏绿色 你可以呢 使用全局的啊 全局的 你可以选中啊 选中它呃 使用全局的字体大小 你都可以把它勾选上 更改一下 这里把它更改一下 这里字号呢 你也可以更改一下啊 嗯 可以更改一下 OK 好 就把颜色这个调好了啊 就好 或者说你这儿也可以这个进行放放放大是吧 好 那我们再写代码之后呢 你看啊 现在我们再写一个哈喽我从这儿啊 好 哈布利克怎么写来的 嗯 克拉斯 哈喽什么 我 是不一堆括号啊 哎 你看他这个会有这个高亮显示是吧 嗯 高亮显示 呃 然后呢 帕布利克 他他刚才 他刚才 丹迪克 VOIDMAN 他高亮红色的地方就是代表有错误是吗 呃 不是 是正在写 哦 正在写的 正在写啊 ARGS 你再打一个回车 你看他都会 括号都给你写上了 对吧 正在写的 哎 正在写 注意说近啊 注意说近 注意我这个代码现在还没有保存 是不是 所以他这个 这个高亮呢 还没有显示出来 嗯 好 我再写上 这个叫做hello world hello world ok 好 保存一下 你看我们保存 保存位置 保存的位置 比如说我就直接放在呃c盘啊 直接放c盘就测试了 是吧 测试 hello world 点 java 或者你在这儿选择你要保存的这个java的类型 是不是 嗯 或者直接打个点java都行啊 保存 哎 大家看到是不是有高亮显示啊 就是关键字 他都是用什么蓝色的这种 这种颜色把它标注出来是吧 对 我们自己的方法名啊 这些等都是黑色 然后植物串呢 双眼号引起来就灰色 嗯 分号 你看高亮显示呢 为了便于我们在这个啊 写关键字的时候别写错了 是吧 只要不是这个颜色 肯定是有错了 是吧 对 哎 这是啊 ok 好 我们编写完这个程序以后呢 我们是要去运行 我们是通过这个命令控制台 是不是嗯 哎 控制台 我们说我们要切换到c盘是吧 cd 应该是冒号是吧 呃 c盘是吧 c盘 我要切换到 这个呃 根目录是吧 嗯 切换到根目录 然后dr 我们查看一下 我们当然有个helloword 对不对 好 java c hello 哦 编译一下 word 是这样吧 啊 对 word 然后 点java 就开始编译了 是吧 嗯 开始编译了 ok 这有点 有点慢 卡住了 卡住了 dr ok 那helloword class就编译好了 然后呢 我们再用java命令呢 去怎么样 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hello word 走 哎 他就把helloword 是不是打出来了 对吧 对 我们在这个命令提示符下 嗯 去运行这个java 跟java c 那如果我们熟练以后呢 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麻烦的 对吧 嗯 比较麻烦的 我们希望是什么呢 结合这个 这个id plus 不是这个node pi 加加这个工具 帮我们去完成这件事情 编译 比如说在这儿 我们去编译跟运行 我们的程序 是不是 呃 我们会更方便一些 嗯 对吧 所以下一步我们就哎 教大家如何去在i这个node pi 加加上去配置我们的java c和java命令 啊 java c java命令 听懂了吗 嗯 听懂了 OK 我们先看一下 在这个node pi 加加里面呢 我们需要安装一个这个运行的一个插件 运行的插件 我们再点这个插件这地方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插件啊 哎我这儿呢是有的叫npp exq的就是说一个一个呃一个这个exq的嘛执行器是吧 呃一个执行器专门用来执行呃我们系统里面的相关命令的啊执行相关命令的啊 如果你没有这一选项没有npp exq的这个选项的话没关系你就在这个plugin插件管理里面是吧嗯插件管理里面打开打开 那么你在这儿呢你就能找到了 比如说你要更新 最啊这里要连一下网是不是 嗯连一下网 我看一下这是已更新的 这是已经安装的是吧 嗯 已经安装了 他会更新来 你看他会选择是吧 就这个我已经是安装过了 对不对 对 如果是没安装的呢 你就在这儿找啊 在这里面去找啊 在这找 因为我这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在这儿肯定没有 是吧 你在这个位置找到谁呢 找到这个npp exq的 exq的这个选项 然后呢 选中他 比如说这个啥 这个肯定不是 我也安装过了 然后点安装就可以了 他非常小啊 装完以后 你就啊 把这个软件关掉重开一下 他就有了 哎 你在插件里面就会出现npp exq的 嗯 知道吧 npp exq的这个选项了 好 有了这个选项以后 我们会选择啊 右边的这个 exq的 或者是按F6是吧 F6 我们现在要配置命令了啊 现在要配置命令了 配置这个命令的时候 哎 我这呢 因为之前已经配置过啊 以前 之前是配置过 我们在这儿 我把这个命令 是给大家放 等一下粘出来 好吧 好吧 粘出来啊 放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 哎 放到这个文件里面 好吧 好 放到这个文件里面 好 这个呢 是执行我们的加码c的这个命令的配置 注意啊 这是从网上也能找到 是吧 也能找到 这个也是固定的 这叫notepad 固定的写法 加加 怎么样 一字 加码c 跟什么 加码命令 加码命令 对吧 嗯 好 在这儿 它这里叫npp 下滑线sale 这是一个命令 嗯 这个命令用来执行保存文件 知道吧 执行保存文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这个文件已经 这个编写完了 啊 编写完了 如果没有保存啊 你执行一下加码c 它先帮你保存一下 哦 是吧 先帮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完了以后 然后呢 再它会 再编译 哎 再进行执行加码c命令 是吧 嗯 为什么我直接写加码c呢 因为我们已经配置了环境面量 在任何位置都可以执行加码c 是不是 哎 执行加码c 注意这里面有一个空格 是吧 哎 小写的空格 然后呢 用双引号引起来 引起来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多了符号括号 full下方线 colender pass 就是说 全当前路径的全路径的意思 嗯 这句话 运行的时候 它就会把当前文件 所在的路径 啊 去替换这个变量 哦 哎 去替换这个变量 也就是说最终执行出来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类似于加码c 然后呢 什么地盘下的 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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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 啊 比如说hello world 点加码 嗯 哎 就会把这个 这是一个变量相当于是 是吧 嗯 这个变量 ok 好 这个命令配置完了以后 配置完了以后 那我们呢 可以在这儿 给它取一个名字啊 取一个名字 哎 比如说叫做 这个加码c ok 叫加码c啊 调一下 好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啊 你就点这个sale就行了啊 哦 有点sale sale 然后你这里面写上 比如说写上加码c 然后呢 sale 是吧 嗯sale 然后ok ok ok完了以后 这是一个命令 是不是 嗯 这是一个命令 然后呢 你再点一下 再点一下 重复刚才的步骤 再配置一个 再配置一个 啊 再配置一个 你就选这个模板嘛 是吧 选择这个模板 嗯 模板脚本 然后呢 在这里面输什么呢 在里面输一个 加码的命令 就把这一段 这一段 然后呢 填在 这个位置 是吧 嗯 哎 注意 这个地方也是固定的啊 就写死就行了啊 写死就行了 呃 什么意思呢 cd 然后cd 什么意思啊 cd就是切换到当前目录 是不是啊 对 切换到当前所在的这个目录 然后执行Java命令 Java命令 Java命令就是Nemo Part 就是没有后罪名的 嗯 没有后罪名的意思啊 就是执行这个文件名 没有后罪名 哦 就执行的那个类名 哎 就执行的类名嘛 因为我们执行执行Java的 也是类名 是不是Java 然后加类名啊 对啊 正好我们的类名跟文件名 是相同 是不是 所以这地方大家注意了 你是这么配的话 未来大家写这个 类名的文件名的时候 就类名跟文件名要相同 要规范 哎 要规范 如果是不同的话 这里是执行就会有问题了 嗯 好吧 有问题 然后再save一下 是吧 再save一下啊 然后就保存成一个Java命令 嗯 是吧 再save一下 就保存成Java OK 好 两个命令配置好了以后 啊 我这还配置了一个 弱是吧 弱我就是把那个 什么 Java C 编译和运行都加在一起了 嗯 对 是吧 我们未来方便执行的时候 就是编译加运行嘛 嗯 一起执行 是吧 嗯 就比较方便一些 比较方便一些啊 好 这个步骤执行完了以后 注意啊 注意 我们还得要在这个位置 MPP is cute里面 还要再选择一下 advance的options 来进行 来进行添加把刚才我们配置的这个命令 添加到这个运行添加到我们的这个这个呃菜单里面去哦哎在红这个位置菜单里面去你看我配置完了以后呢呃正常就是这样的是吧你看我在这可以点编译 是吧啊我在这个位置可以点编译然后点编译完我可以怎么样运行可以去运行是吧嗯可以可以去把它啊跑一下就在这儿可以进行执行啊真正才能有才能使用好怎么让它出现在这个位置呢我们还得在插件execute advance option这里面啊在这儿啊把那个添加把它添加进去然后呢注意这个go一定要选上啊这go一定要选上然后这个添加是一个一个添加啊啊注意啊你是要一个一个添加比如说我要呃添加你就点这个爱的是吧嗯点这个爱的啊点爱的然后他就会把我们的里边的这个命令就在这选呗是吧嗯比如说啊在这选 就选一个然后添加上去它就在这显示了然后再选一个然后再添加上去哦注意每次只能添加一个嗯啊每次只能添加一个啊比如说我这把它删掉啊比如说我现在把它删掉啊我这因为是之前添加之后它就是跑上去了哎你看我点你看我现在选中的是加了c那么添加它就上去了吗它就上去了哎注意你不能连着选你再选一个添加它就把它换掉了啊 啊这一次只能添加一个嗯知道吧然后添加完okok以后呢还需要再重新re-start就是重新开一下哦哎这个可能这个步骤这个步骤可能稍微要反反反锁一点啊就是第一个添加完了是吧嗯添加完了然后呢你再mbp再点advanced option 然后呢再选择一个java命令再添加上去然后再再ok再关掉是吧然后再添加再关掉然后呢再添加一个再打开是吧嗯再打开然后我有三个嘛是吧对我有三个我这边就是advanced然后再选一个run 然后添加OK关掉OK关掉嗯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了是吧再打开哎这个时候添加完以后它就在红这里面就会出现了哦哎它就会出出现这个这个这个java cjava跟run这三个命令了嗯啊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了我们就可以java c我就会编译这个这个程序了是吧嗯 嗯编译的时候它会有这个控制台出来哦空你知道吧哎康守这个地方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嗯控制台啊哎就相当于是个命令提示符这个控制台了对啊那未来你看我点击一下哦编译你看他就会走那这样挺方便的哎这就挺方便的哎你看他就会执行这个java c命令然后先保存一下然后再执行一下java c嗯是吧然后呢我再点一下 我执行一下java c命令啊你看他就把hello world打了而且还有嗯就是说颜色不一样可以区分的是吧哎对这就是比较方便了是吧嗯这个位置就比较方便那个黑色的话都是白色的字体那个刚才的啊对嗯就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输出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内容是吧对具体内容当然你还可以添加什么快捷键你还可以添加快捷键比如说我这个我我你看这后面是不是有快捷键 快捷键啊啊对因为你在按键盘就可以执行叫谁了是吧嗯哎你就点这个快捷键快捷键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plug in command里面是吧因为我们用的是插件的命令是吧嗯插件的命令你就找一找找一找哎找到这有吧就我们添加了三个命令是吧哎你在这儿你双击一下哦更改一下双击一下你就更改你的快捷键你的组合注意不要跟其他快捷键冲突就行了嗯 是啊不要跟其他快捷键冲突比如你可以按照这个呃奥特F1奥特F2奥特F3什么的啊只要别跟其他冲突就行啊你就自己添加快捷键双击一下就可以添加这个也很方便啊嗯也很方便OK呃这是这个nopad++的一个基本的配置啊嗯基本的配置那么未来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nopad++啊这样一个编辑器 编辑啊编辑然后呢来去写我们的代码好吧好哎前期我们必须要用这个这种文本方式来去编写因为方便大家去熟悉代码啊然后呢感受整个开发的一个过程嗯流程每句话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啊这样的话呢呃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呢会更有利啊后期我们再使用inlips这种更加智能化的这个开发工具啊OK好所以呢大家不要偷懒啊 不要一下子上来就用这个这个inlips啊这是对我们帮助是不大的啊好这是编辑器的一个介绍啊编辑器的一个介绍啊呃大家呢按照这个呃刚才我们配置的这个方式那自己也去配置一下就OK了啊啊这是nodpad++我这个位置还没给大家粘出来是不是啊 我们看一下啊要把这个这个语句啊这个语句给我们去了哎对把这个语句啊复制过来我给你放到这儿是吧对哎放到这儿这是两个你可以两个一起一起放是吧嗯这个呢是javac命令是吧嗯下面这个呢是javajava命令两个命令的配置如果你还要配置一个run的话呢就把两个放一起放一起就是呃就是编译加运行呃哦是不是 这个编译加运行就复制过来 注意千万别写错了啊空格啊这空格啊 这个命令我们配置完了未来我们就可以去很好的去使用它了下面还有一个小点给大家介绍一个 反编译的一个介绍啊呃这个过程呢我们想让大家来了解一下java从javac编译 编译以后形成了一个叫class的字节码文件对不对嗯对字节码文件啊那么这个字节码文件它不是 机器代码嗯它是一篇文章一样是吧哎它是这个相当于是中间机器代码跟原代码我们说java我们现在写的就是原叫原代码是吗嗯就我们人能看得懂的 那呃跟机器代码之间 的一个编码就是叫字节码嗯啊这个字节码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把很多东西 先翻译了一下嗯先翻译了一下然后有些可能翻译不了的那么在运行的时候再去解释运行 嗯是吧再去解释运行好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反编译的过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我们编译好的class文件再怎么样 还原成原文件原文件哦哎还原成原文件这个过程叫反编译哦这个是可逆的哎就是可逆的啊 可逆过来就我们用java c把它编译成class我们再把class再反编译成点java跟java文件哦是吧哎那么这个过程大家要呃理解 那我们这里面呢会使用到一个工具啊这个工具呢叫cavag大家从这个名字上可以感受到这个是反编译哦对是吧因为java c反过来嘛就是反编译的意思嘛对吧哎 这次工具呢我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下载地址啊大家可以就是这上面呢去 呃下载也是非常之方便啊非常方便啊我就直接粘进去了啊 直接粘过去呃这个工具呢也是非常小啊非常小啊你打开以后呢直接 download的下载就可以了啊或者呢我这边通过资料我这边已经提前先下载好了 嗯就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东西你在这直接点这个免费的哈免费版本的一个下载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呃叫cavag这样工具好下载完以后我这是这儿是吧哎我在这儿 这是一个下载完的然后呢我们可以 实现呃 setup exe安装一下是吧这个也是要安装的哎这个安装呢他是一个解压的一个过程啊实际上他是一个压缩的一个压缩包他把压缩包打包成了这种安装包可置信文件了所以呢你就是解压一下 嗯这个过程也是嗯比较简单的啊嗯 ok 出来了吧下一步下一步好我就安装到c盘了啊下一步下一步 下一步 走你 就 应该是完事了吧 嗯完事了以后我在c盘下呃c盘下推荐这个程序已经正确安装 ok 我刚已经安装到哪去了 在这儿是吧对cavag打开哎就这个东西啊就这玩啊对好双击一下你就能打打开了哦要把那个点卡拉斯文件拖过来哎对我们来找一下啊比如说刚才我们编译的 这个哈罗沃的这个这个 这个文件是吧 我把它直接拽进来哎你看啊这个好方便了哎你拽进来以后你这不能看到了啊 看到这个 我们刚才打印了哈罗沃的这个程序如果他 反编译后好像不太一样跟原代码 嗯他加入了 一些 东西 嗯是吧 加了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后面我们再说 嗯是吧 这是 理解起来也也是 比较容易的啊不会太难理解 好吧 也就是说他把class文件直接能够再翻译成原代码你就可以看原代码里面的具体的实现 当然他不是完完全全按照原代码来的 嗯是吧那原代码那么有了这个反编译呢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查看一些比较优秀的代码 参考一下学习一下 嗯是吧怎么去写的啊不是干你让你干别的事啊 这个东西还挺好的 嗯哎这个就是一个工具吗啊 一个一个工具 当然了 如果我们后面学到这种叫加密是吧 比如说我要这个把这个编译以后进行 加密 嗯那么你就可能通过这个工具就反编译不过来了啊 啊这个反编译指的是你没有做任何处理 没有做任何加密的情况下 啊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 嗯啊如果是有加密 那肯定就反编译也反编不了 嗯明白了吗 啊比如说一些商业性的这个项目的时候 肯定是要用 这种加密 嗯叫混淆是吧 代码混淆 让让让这个 呃 别人无法反编译获取到原码以后也 或者到这个程序以后也无法反编译是吧 嗯 OK 呃 这是一个反编译工具啊 一个介绍啊 一个介绍 那么到这儿呢 我们 呃这一章节的内容 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了 我们来大概回归一下啊 呃前面呢我们给先先先介绍了一下 计算机相关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是吧 基本概念什么计算机 软件硬件啊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常用的DOS命令的一个使用 对 哎这个呢 大家可能现在用起来不太熟 没关系 经常用一下 是吧 经常用一下 记住的命令是什么意思 啊 那么呃 也很快能够上手啊 这些是最基本的 然后加瓦语言的发展史 我们了解了啊 从这个95年你要记住几个节点啊 你都记不住没关系 你记住几个点 第一个加瓦是从95年开始 嗯 是的 是吧 95后 第二个 创始人 Ghostly 啊 我就记住 Ghostly 是吧 对 就加瓦之父 你要记住这个名字 你学加瓦你都加之父都不得了 你这收不去是吧 对不对 好 现在最新的版本是 哎不是这个 到8了 到8了是吧 嗯 加瓦8最新的版本 嗯 然后呢 呃 现在加瓦是属于 Olico公司 嗯 他被收购了 被74亿美元 SUM公司被收购了 这些点呢 这几个点都得 要知道 是吧 嗯 前身可能还有一个名字叫 OAK 是吧 OAK 像素 对 这个呢 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啊 然后JDK的下载 你得会啊 官网上下载 要登录啊 嗯 自己注册用户啊 去登录啊 然后去下载 呃 体系结构 三种三个体系 是吧 嗯 然后呢 是你可以SE 啊 这个是最基本的版本 是吧 然后呢 对 上层有加一 这个加一E 跟这个什么 ME ME ME呢 已经差不多淘汰了 是吧 太古老了 现在就是E方向 当然了 加瓦还可以用来开发 安卓 嗯 是不是 好 它的特点啊 安全 嗯 安全 安全 是不是 有套 安全有套 对 这个呃 可移植 嗯 还有呢 可移植 跨平台 跨平台 是吧 这几个 当然还有好多其他特点啊 嗯 我们就挑重要的说啊 然后JDK的安装 哎 这个装一个软件 还是比较简单的 嗯 然后呢 最重点 这个环境变量的配置 环境变量的配置 我们说环境变量 是我们为了在命令行控制台上更方便的去使用加瓦和加瓦C等等一些命令 嗯 一些命令 所以我们要配置环境变量 啊 不配置环境变量行不行 嗯 可以 可以 是吧 你就写的时候呢 你要把全路径挂杀 嗯 是吧 所以我们要知道配置环境变量的目的在哪里 嗯 然后怎么去配 是不是 嗯 怎么去配置啊 在PASS路径下 嗯 去添加就可以了 是吧 嗯 这是最基本的 哈 OK 然后程序开发的步骤 先编写原程序 选原代码 嗯 再执行加瓦C编译 再运行 三个步骤 是吧 嗯 啊 我们写了一个Hello World 最经典的国际惯例 啊 Hello World 这个程序 嗯 然后呢 体验一下 如何从编写编译到运行的过程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分析了 里面代码 每一句 单词是什么意思 是吧 按照这个格式 先给它记下来 啊 然后它的注释啊 分三种是吧 嗯 呃 文档注释 可以生成文档 然后呢 还有单行的 单行注释和多行注释 是吧 嗯 好 跨平台的原理 这是加瓦 引语为傲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啊 对 啊 长硬工具 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个 Nopad的佳佳 然后呢 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反编译的一个工具 是吧 嗯 OK 那么这一章节 我们就给大家 讲这么多 嗯 好